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把西湖 乾塘江跟金行大运河的传说全部都加在一起 那么杭州的说书人呢可真要有口若悬河的本事 位在西湖跟乾塘江之间的六河塔就流传着一则令人玩味的故事 相传十五传中的梁山国英雄门南逃芳辣的时候 宋江把兵马驻扎在六河塔外跟寺庙里头 有一天鲁智深跟武松忽然听见乾塘江上潮声雷响 由于鲁智深他是北方人 从来没有听说过乾塘朝 误以为是战武生 起身准备要迎战呢 后来经过僧人跟他解释 方知道这是朝姓 此时他忽然想起之前出家的时候 师傅曾经说过听朝儿园渐行而及的寄语 顿时觉得正是肃力 便在六河塔边缘起作画 好 一定会心想吃成的 很像 很像 现在山下都听得到你刚才敲钟的那个声音 是 如果你跟我说的一些衣服 好像要敲六下为什么 因为是在六河塔表示 六六大事 六就是和谐的衣服 敲六下 不会来这边敲钟许愿灵吗 灵啦 我告诉你 到我们本地有很多年轻的夫妇 他们结婚的这个正会仪式 就会选择在这个周下面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新年的舞台 非常的坚真 也象征着他们的爱情 也更长长终究 所以人选 因为有零啦 一定灵 而且大家听到这个钟声 都可以分享到好运气 是 六河塔坐落在西湖南边 前汤江北岸的月文峰上 附近泉水相当丰富 而且跟天下第三犬虎袍犬 是同出一圆的 水质优良 甘烈异常 自宋代以来呢 就是以泉文明的重要景点 不过 如果问及宋代杭州人气最旺益的景点 非南宋玉街莫属 南宋玉街是南宋都城当中一条主要的街道 南起皇城北门跟宁门外 是临安城的中轴线 全程大约4200公尺 据说当年玉街两旁 有好几万家商店的 到了今天玉街依旧是商家伶俐 其中最显眼的就是胡庆鱼堂 没有同仁堂 没有庆鱼堂 在杭州的胡庆鱼堂呢 又被称为是江南药王 就是因为从1874年 古学院先生建立到现在 他就是以他的药方纯正 而且诚信的服务精神而著称 有许多人呢 从世界各地牧民而来 就是为了找到老祖宗传下来 让自己申请更健康的一甜良药 胡庆鱼堂市清同志13年 西元1874年 由晚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为了济世于宁 开始筹建胡雪岩庆鱼堂药号 并在光绪4年 大景象电污路程而正式营运 它是中国大陆 现今保存最好的国药字号 也是保存最完整的清代 灰派商业古建筑群 当年胡雪岩召集工匠 磨江南庭园风格 耗费白银30万辆才建成的 胡庆鱼堂的名字取自周易当中 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胡雪岩原本也想取名为于庆堂 后来因为秦快曾经用过于庆堂 故而改名为庆鱼堂 胡庆鱼堂遵循着采办物针 修制物精的祖训 采用的药材跟生产的药品 在质量上追求上选 提倡货真价实 真不二价的横扁 至今仍然高悬在大厅中 我看到这个扁了 它是真不二价还是价二不真 其实呢两种读法都可以的 这块扁的话呢 它的妙处在于 从左往右读和从右往左读 意思都是一样的 那么真不二价呢就是说我的东西是真的 不会卖两种价格 那么价二不真就是说我的东西如果有两种价格 那肯定不是真的 那摆得这么扁的话呢就是 名利尽致唐价 皇家 尼玛标价 胡姓鱼堂以宋代皇家药典 太平惠宁合计菊芳为本 选用历朝历代的燕芳 广纳明医的传统梁芳 并结合临床实践经验 用以研制肠药 著称鱼室 精心调制庆鱼丸 散 高 丹等四百多种 建议既是宁愿 一直到今天 仍然是中外人士所喜用 更获得将来要亡的封号 这个就过程 现在就差不多可以 一般那个 镜子操作了以后变成玩耀 一般可能是 最多一个小时 最多一个小时 就变成玩耀 整个字变玩耀 都是有个要求 什么就干燥 水温 保持这样的水温 保持这样的 百分之八以下 整齐端子 保证密封保存 但是平常的 平日不密封 可能也危险 所以要密封保存 在中国大陆 有数不清的大小中药 但是名气最大 并受大家公认的 只有两家半 北京的同仁堂 算是一家 杭州的胡青鱼堂 也算是一家 剩下的万家 则是广东的陈礼记 其中同仁堂 跟陈礼记的古建筑 已经被全部的拆掉 改建成新式的房屋 失去了传统特色 只有胡青鱼堂的古建筑 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更叫人钦佩的 是在胡青鱼堂里头 还设置一个中药博物馆 它也是中国大陆 唯一的国家级 中药专业博物馆 来到这里 既能博览中国医药的精华 又能观赏胡青鱼堂 古建筑的风貌 在悠久的历史当中 胡青鱼堂积淀的 丰富独特文化 可以说是中国传统 商业文化的精华 也是胡青鱼堂这百年老店 历久不衰的法宝之一 当中呢 以芥奇文化最深得人心 这块匾的话呢 是我们创始人 胡雪原青笔写的 所以非常的珍贵 那么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说 告诫员工 做事要讲诚信 不能欺骗顾客 那唯独我们这块戒气匾呢 是朝内刮的 不刮在店航外面的 它的话呢 是告诫自己的员工 那么以前的话呢 我们这里招收新学图的话呢 会让他们跪在这个匾下面 把它背下来的 就是说你要做好药 要先学会做好人 把心给历练好 那么现在介细的话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企业文化 这样的百年老字号 至今能成为中国大陆 重点中医成要企业 得以自他深邃的经营谋略 跟严谨的内部管理 跟正而冒发 尽管胡雪原去世之后 胡青鱼堂的曾经数度易主 但店名仍然冠以胡子 这种深刻的品牌文化 早就体现在中国如山的经营之中 接着带领各位 见识具有南宋特色的糕底 叫做定胜糕 千百年来杭州人就喜欢这一味 外层是精致的香米跟糯米粉 里面包着是豆沙蟹 老板 你给你分大一个多少钱 一块圆着 谢谢 谢谢 满咕咕咕的 它吃起来的手感就跟我们台湾吃的那个糟粮豆一样 然后再黏一点点 但这个时候吃蛮好吃 暖暖的真好 在定胜糕小胎子旁边 有一家中华老字号的糕饼店 我们也顺便逛逛 桂花糕 还有桶树糖也有泥 桂花味的 桂花味的好 桂花味的好 这就是糕也有泥 我要带人回去好好吃一吃 三个 这条命函八百多年历史的五街 对南宋时期的百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据说临安城一半的百姓都住在附近 当年雨节分成三段 最靠近黄宫的一段 属于皇亲国戚 文武百官的高消费区 中间是一段商业中心 最外头一段 则是商贸跟娱乐结合的阶段 也是最迷人的一段 下单节目带领各位 在南宋玉街里头 找寻几具特色的大陆国家级 非固执文化遗产 除了媒妇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